欢迎收看新闻感批 我是马翠儿 法国巴黎日前首次举行无车日 市区里面四分之一的区域风露 响应联合国提出的减排指标 减少日益加剧的空气污染 同时在未来五年之内 将会大规模新修建单车道 其实早在五十年前 荷兰已经开始制定环境法规 加重汽车车主的经济负担 并推出新能源汽车 同时绿化环境 荷兰现今的空气质量指数是15 而香港是150 众所周知 香港空气污染日积严重 汽车排废是其中一个原因 现时全港的单车竟有十几条 主要集中在新界 政府以安全为理由 认为市区的路面是不适合踩单车 事实上是因为我们欠缺单车的配套 城市的规划也没有考虑过单车的使用 市民一天就自己开车 一天就搭公共交通工具 单车不单止没有路可走 也都没有位可爬 我们要建立一套属于香港的单车政策 应该从城市规划 推广教育出发 例如 找到乘客不需要将单车拆射 就可以带上地铁 同时增设单车车厢 增加单车车位 或者好像外国一样 设置单车全自动停车场等等 香港要做到好像荷兰那么成功 其实都不是没有可能 今集来到这里再见